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号 必须出庭 必须出庭 面对的呢 面对是上世纪90年代 上世纪30多年前 在一个百货商店的更衣室里面 说他强奸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个作家 那书卖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他只要保持这个热度 说30年前 在我年轻的时候 川普强奸过我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想了解他 他是谁 他怎么回事 对吧 下面这就是这个女人 那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在一个场合下 这是川普 川普的太太在这个位置上 应该是 川普的太太在这个位置上 有过这么一个 我们就看到过这么一张照片 那川普这件事情 好几年了已经 然后呢 我记得跟大家介绍过 然后这个女人已经是老太太了 据说留有证据 然后他逼川普 逼迫川普出庭 要面对这一切 而法官 审判这个case的法官呢 是非常恨川普的 非常恨川普 在前面一个case也是大 也是逼迫法 侮辱了川普的本身 法官应该是比尔克林顿任命的 联邦法官 所以那现在 搜发到现在看起来呢 是川普没办法回避 没办法回避19号的出庭 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出庭 我们也不知道在法律上 他将如何去回避这样的case 那因为如果他出庭这样的话 这样出庭的话 这是左派势力营造的十月惊魂 十月惊奇 因为十月十九号 距离十一月八号投票呢 还剩二十天 十一月十九号 可不如还剩二十天 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营造十月惊奇的做法 无论川普在法庭上做任何表态 除非他不说话 他拒绝回答所有问题 那是一个做法 那川普的任何回答都将成为 在现实环境中 所有左派势力攻击川普的一个故事 都将成为头面 就是封面的报道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 川普应该是竭尽他最大可能去回避出庭 回答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不在法庭上 这个东西也不在乎这个女人强奸或者没强奸 你别介意啊 我不开玩笑 真的 这个故事就基本就是故事 害川普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的女人 也邪了门了 这个世界真是 这个世界真是 真是个故事 所以基本上这个背景是什么 那川普今天呢 那川普今天呢 就做了一个发表了一个很长的声明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声明 因为在此之前在2016年的 大概2016年是2020年选举的时候 这case一直在走 这个女人一直在在在在这故事中 川普说哎呀他根本不是我 我的那种我认为OK的那种女人 就川普讲这么一句话 那这句话被可能会被人很多人解读成 是一种侮辱式的东西 你完全可以这么讲 所以他这位女士也把川普这句话 当成是一种侮辱的 所以就以诽谤案告他 诽谤案应该是失败了 应该是失败了 但是呢这个case本身呢 就是强奸case本身呢 依然在持续 所以这位女士很坚持 就是他的任何错误法 包括法官的任何做法 是逼川普说话 只要逼出川普说话 他就在川普讲话基础上 让他就就就就就刮风下雨 对吧刮风下雨 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这么个效果 所以这个时间点 这个法律法官安排的时间点 逼川普露面的时间点 是左派势力营造十月惊奇 要看他怎么应对了 我们用的是这个英国的美日电讯 这是左派了 川普下周必须面对 诽谤诉讼中出庭作证 指控他上世纪90年代 在古德曼更衣室强奸了他 19号进行 法官呢是叫Karl 律师呢 律师试图推迟他 应该是法官没有接受 那卡洛尔指控他强奸他 川普否认这样指控和诽谤他 并建议他拿出那些所谓的这些回忆录 川普的意思就是说 他因为他是个作家嘛 他这样的做法呢 只不过是为了多卖几本书 他是个长期的专栏作家 律师说他们很不高兴 那川普的律师说呢 这里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基础 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星期三法院决定 川普必须出庭19号 是美国地方法官 这个人叫卡普兰 所以卡普兰拒绝川普说 19号推迟庭审的要求 这是川普呢 应该面临最新的打击 而川普的律师说呢 我们期待在这个案子上能够立案 但一直都是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 在回忆录中 这个女人说 在曼哈顿的一家名为 叫伯格多夫古德曼百货公司强奸了她 川普否认 然后他又指责川普诽谤了她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述法 川普2019年跟Hear 就是国会三报 说他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 他只不过是为了卖他的书 所以这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故事了 那对法官的裁决 他说我们很高兴 看到卡普兰法官同意我们 不在本案中继续什么相应的立场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法官本身呢 就是这个法官本身是恨川普的 这是那个老太太 不应该允许被告 因原告释除为所谓的严重错误 而获得补救而推迟时间 他抨击川普在本案中的合法举动 是不可原谅的 2019年以来 川普一直面对这个案子 一直试图推迟了 所以这是基本上 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 这是这张原照片 这是川普的太太 那是那个女人 这是那个女人 所以这是基本上 就是这么一个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故事了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川普的 这是今天的答复 回忌了他原告的一切 他川普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声明 19号进行听证 有关诉讼 强奸 川普在暗示 他是为了卖这个书 从而诽谤 诽谤他 川普贴出了一个帖子 完全是一种骗局 完全是一种骗局 所以川普称这个case是欺骗的 谎言的 那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 而一名联邦法官昨天做出裁决 拒绝 拒绝 拒绝本案的延迟 而昨天 川普在真相社会上贴出了声明 说这是骗局 那这个女人不讲任何实话 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即使我有机会 她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否认了一切说法 她完全在编造故事 我在这家百货店门口遇到她 然后几分钟之内就把她强奸了 这是她的说法 大概书里是这么写的 过去七年来 对我玩过所有的骗局当中的 这样的 这样的最新的一例 而且一直持续 所以这是基本上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呢 这是这个老太太 我们现在用的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所以故事就是这么 故事就基本就这么展示了故事了 这是川普的声明 这个整个是川普的声明 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 这个案子完全是骗局 特别是在纽约州 这是一种耻辱 已经跟她奋斗了很多年 花了大笔的钱 那为了从骗子 欺诈者和骇客那里 夺回自己的生命 这个决定 是来自于刚刚推翻我同一案件的法官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 我不知道她是谁 除了她多年前拍了一张照片之外 和她丈夫在名人的慈善活动上握过手之外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在纽约州发生的 它可能是在纽约州的南区法案 而这个法官本身应该是同样审理了川普跟詹姆斯的那个法案 就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的case 所以这就是川普的命运了 一点办法 给我感觉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奈 这个社会就这样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 是美国的左派势力的本身的 去营造的十月金会 那法官坚持逼他出手 这应该是左派势力 或者说民主党势力的一个统一的做法 就让川普出丑 出丑羞辱他 那这是整个民主党的在大选中的既定方针 因为他没有第二个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靠侮辱川普 去掩盖拜登的所有的 他的执政的罪恶 所以那就看命运在哪了 我现在都很难说选民在哪里 很难说 真的 太乱了 你就说命运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比较真实 因为选民 很多情况下是被欺诈的 不是因为人贝有什么没任何事 也认为他们来决定你 不是人贝有婚离 谢谢你 那么自然贝有名的 那是不甘命的